學生的作業評分 假設你有出學生的作業 你點進去之後 可以看到學生的作業 那你在這裡會看到所有學生的作業 那你在這裡會看到我這有100分 那是因為我把最下面這裡 把快速評分打勾 快速評分打勾 而且我把它設成50人 為什麼我會設50人 是因為一個班大概都30位左右 那我方便我在一個頁面 就可以把一個班的分數全部打完 直接假設他這邊有交作業就直接交 那我這邊都是沒有交作業 是因為我這個資料是 從別的model會過來 所以他的 那個身份都不太一樣 所以他的 作業狀態是沒有 你直接可以在這裡打分數 當然如果你要直接進到 檔案裡面來看也是可以 打分數 然後你可以儲存之後 顯示下一位 一位一位走 這樣可以一位一位評分 所以看你交作業的內容 假設內容很簡單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在什麼 在最外面這邊直接評分就可以了 那如果裡面有文字敘述 有檔案 你必須一個一個去開來看的 那就會建議你直接進到這裡面 進到這裡面 更細部裡面來評分 在外面的可以看得到 他這邊有最後修改日期 還有家住還有什麼 各種都有 會告訴你 非常詳細的資料 這樣子方便你再做 做作業的評分 可以讓你很快的把一個班上 整個分數 把它 評分出來 謝謝大家